跟大家報告 我們聯絡到了陳道輝支隊長 他願意用電話跟大家做報告 現在請海軍的敖參謀長 用您的電話這邊 我們請他先來跟大家做報告 確認身份沒問題 不拉死 那我可以嗎 我自己想問而已 人緬的確認沒問題 國防部確認 請國防部確認 國防部不負責 我覺得代表大家 我們先跟大家講幾個問題 他一起報告可以嗎 還是 他是要這個人 他要這個人 他是要發表說明 還是要請國際委員會 好 陳 陳支隊長 謝謝您接受我們會議的邀請 接受我們會議的邀請 委員好 向委員做個報告 因為我現在在隔離中 所以我並不清楚全部委員會的一些狀況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給我時間說明 好 請說明 請報告 我是支隊長 鞠躯 鞠躬 不過 在此我用生命保證 我絕對沒有隱瞞任何疫情 因為如果我知道已經有人感染了 我一定會遵照國防部的命令 立刻返航 另外身為軍人 我們寧可死在海上 死在船上 我也不可能 讓病毒去危害我們 本來就應該保護的國人 和所有 我們最親愛的家人 我的說明完畢 謝謝委員 謝謝 陳支隊長 接受我們委員會對你的關心 因為您昨天在陳署名單裡面 已經有您了 您知道吧 是 那裡面最主要 那是應該的 因為我沒做好 我對不起國防部 還有海軍司令部的所有長官 我也對不起國人 我也對不起我自己的家人 好 所以這個艦隊上有五人發燒 你確實沒有回報嗎 跟委員報告 這五人發燒 全部有醫療小組 組成專業的意見 向我做個說明 但是他們實施專業的判斷 以及診斷之後 回報軍事一般的感冒 經過我們細心的治療 他們都逐漸的好轉 所以我們之所以按照原來的計畫 繼續執行任務 但是要讓委員能夠了解 所有海軍的艦艇 在海上執行任務的時候 都能夠由專業的醫官 來針對一般的感冒發燒做治療 如果我們任何一個人 只要有感冒發燒就返航的話 我們將如何捍衛我們的海疆 以及我們如何在海上這麼長的時間 執行任務 跟保衛我們的國人 所以陳志隊長 你是有回報五人發燒嗎 對不對 你有回報嗎 有醫院比較嚴重 他住了兩天 所以我有回報 剩下四人 我很誠實的報告 我並沒有回報 因為醫療小組給我的建議是 他們只是一般的感冒 我甚至有要求 他們必須要用S光做個檢測 但是醫官專業的判斷 認為他們的症狀非常的輕微 而且當初我們並沒有收到 任何有關於嗅覺方面 或者是那個時間點是沒有的 向委員非常誠實的做個說明 是 接下來再請教一下 我們的艦艇在高雄靠岸之後 隔離時間的六天之後 我們市隊長是不是決定的解散 是您決定的嗎 隔離我沒這個權限 那是誰的權限 誰決定可以解散的 隔離我奉命執行 你奉命執行 所以不是你決定的 那你有沒有先跟要解散之前 有沒有先跟國防部 或疫情中心做報告 是 我想請問 您辛苦了 我已經隔離了整整五天 我有五天沒有辦法睡覺 可是我愛海軍 我愛國軍 我更愛國人 委員幫個忙 我沒有做不起大家 做不起大家的事 你保重身體 請保重身體 請你保重身體 謝謝 小豪幫忙一下 彈指一下 謝謝 謝謝支隊長 帶著很大的勇氣 來跟我們報告 艦上所發生的事情 大家都聽到了 他的心情是非常激動的 我們就是趕快 要來協助保護他 所以我們看到 敦目艦隊出航 國軍染疫 我們的政府 對得起我們的國軍嗎 謝謝 謝謝 謝謝